小心不要咬到我 要放一下它 可以出来了 把虾线挑出来 够冬烧开水 把虾放下去擦一下 变颜色卷起来了就可以 好可以了 把虾头虾壳去掉 准备一点幼末 加上一点老葱头 把它拍一下 一起剁碎 加上适量的盐 胡椒粉 少许的花生油 搅拌均匀备用 打两个鸡蛋 加上适量的盐 少许的油 把它打散打均匀 把蛋液搅拌均匀后 加入温开水一比例的量 继续搅拌均匀 几块热豆腐 把它切块 豆腐白好后 倒入蛋液 再加上虾柔 把肉线粘成一个小团 放到虾的怀抱中 锅中烧开水 把它放进去 盖上锅盖 蒸12分钟 可以了 再上点葱花 这道鲜虾豆腐鸡蛋羹就做好了 喜欢的朋友试一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